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好好听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是 提摩泰前书第三章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自首 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不饮酒滋事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增进 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是而日凡事端端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做直视的 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奥秘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做直视 女直视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说谗言 有节制 凡事忠心 直视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因为擅作直视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担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大灾 尽浅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这是神在热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帅云尾巴 被世人幸福 被接在荣耀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大家要继续跟我们一起读情哦 拜拜